火箭终于甩掉了莱恩安德森的垃圾合同,可谓是真正的众人所归。 北京时间8月31日,根据ESPN铭记沃纳洛夫斯基的报道,火箭已经将莱恩安德森和新修梅尔顿交易到太阳,换来布拉登奈特和马奎斯克里斯两大汗像,这笔交易大大提升了火箭级炸力。 哈登、鲍罗和安德尼三巨头身边有了更多帮手,火箭冲击总冠军的机会增加了不少,回溯整个一季,唯一不能让莫雷满意的,也许只有莱恩安德森了。 当年,莫雷总一时脑热,四年八千万美金的大合同签下安德森,的确是少有的疏忽,后来,当然意识到安德森的低性价比实,却又因急于遭受,暴露了自己的心思,被谈判对手很明砍价。 最后来,火箭一次次尝试交易安德森,却一次次失败而归,受到伤病,受到交易非文会少,安德森在修成体系中的位置,也逐步下滑,直至沦为替补边缘人。 莱恩安德森在火箭已经派不上用场,而他还生两年四千万美元合同,占据了心经空间,火箭一直想要将他交易出局,但是要交易走安德森。 火箭必须搭上选秀城或者年轻球员,去年夏天,交易安德森的行情Q球队所让两个首轮签,但是,这次莫雷只用一位46号新球就甩掉了安德森,还得到了两位强员。 事实上,火箭从去年夏天,就开始都受安德森,但屡屡碰壁。 今年的自由球员市场,火箭表,显得很低调,仅有的亮点就是倾向安东尼,但是正当自由球员市场已经陷入平静状态时, 莫雷突然又秀出一把神操作,而且是解决了一个火箭内线的轮环问题。 布兰登奈克是2011年8号秀,曾经是活塞重点培养对象,菜鸟赛季入选了新秀最佳阵容。 这位身高1米91的空位先后效力活塞,雄鹿和太阳,他在2015-16赛季打出了场军19.6分3-9来把五一助攻的尖锋赛季, 但是2016-17赛季因伤状态下滑,而2017-1包赛季因伤赛季报销。 如果奈特恢复健康,他将成为火箭替补习商的右翼保力器,可以大大分安哈登和保罗的压力。 马奎斯·克里斯是2016年8号秀,身高2米08,得他上赛季效力太阳,场均得到7.7分5.5来把1.0感冒。 克里斯的机动性很强,能够邻国换防,他可以成为年轻版的巴默特,成为火箭风险的重要替补。 经过这次交易,火箭的进攻火力大大提升了,而且风险防守得到了弥补。 很显然火箭在这笔交易中属于赢家,火箭之所以能够甩出安德森,在于莫雷用次16号先,得到了潜力新星梅尔顿。 他复制了2008年,夏天用潜力新秀丹特格林换揽阿泰斯特,组成姚明·麦迪和阿泰斯特三巨头的神迹。 火箭总经理莫雷这回再次展现了出色的操作能力,无愧为上赛季NBA最佳总经理, 暴演整个联盟,也只有绿山军的老狐狸丹尼安及却与之相起并论。 而松松安德森后,火箭到底有没有实力能击败掉勇士,但就两队总体而言,勇士强点是巨星中间能力和防守,火箭强点是几乎可以保持全场的进攻流畅性。 一旦火箭三分打开,勇士的防守很难招架住,同样火箭三分不开又限制不了首发三巨头,得发挥就难以取胜。 火箭想要防住勇士就必须保持强度,在保证水花面前永远有防守人,的前提下是荡加基杜兰特,对于格林和一哥可以战略性放空中怨头,以前是水花兄弟VS哈登丹河,现在是海啸兄弟和灯泡组合。 有的一答,火箭要把内线打住,外线无线换防,做到为了击败勇士,完全可能。 北京时间体育频道,经典前腰。